今次和大家介紹的就是一樣賀年食品 但比較冷滿一點 話說我以前小時候每年都很期待新年 因為可以品嘗到媽媽一年才做一次的上海湯年糕 每次我都要吃幾碗才肯罷休 今次我憑著自己的記憶參考了很多食譜 再試做了幾次 終於重新呈現了當年媽媽的上海湯年糕 希望大家可以在新年品嘗到這一份的美味 首先當然要有年糕 年糕我就是用上海年糕 在雜貨店或豆腐店都可以買 我用這隻白色一條條要切 有些已經一塊塊切好了 我喜歡自己切多一點 因為可以切厚一點 咬下去就更加彈牙了 如果你怕麻煩很不想切的話 也可以用一條條的韓國年糕 在超市就很容易買到 還有黃菜半棵 我們把它切成小小塊 洗乾淨去備用 然後有冬菇兩隻 今次用的冬菇都比較大隻 因為大隻一點的菇味會比較出 最好早一晚洗乾淨浸定 浸完就避開水 將菇切成一片片 浸完冬菇水 記住不要倒 要用來煮湯 蝦米大約20克左右 浸10分鐘 之後再用叉刮走蝦腸 有些人不做這個功夫 因為其實很花時間 不過我想乾淨一點 吃得安心一點 所以也做了 金華火腿一小塊 這裡大約30克左右 它本身很鹹 所以一定要浸 浸它大約1小時左右 然後把它切成一條條 薑要有一大塊 有部份用來切薑片 有部份用來做薑汁醃肉 然後有半隻雞 雞檔幫忙切了件 這隻雞不會飛水 所以最好也是用新鮮雞 這次我特意用加味雞 一來沒有激素 吃得安心一點 二來它的雞肉煮完半小時 都很軟很滑 舊舊也吃得回 買回來我會再沖一下它 因為它還黏著很多碎骨和血塊 而且我也想盡量把那些肥膏撕走 讓湯可以清一點 印乾水後 就加1茶匙鹽 1茶匙左右的胡椒粉去醃它 肉片我買20元左右 用媽媽的獨門比方去醃它 就是用豉油1湯匙 糖1茶匙 生粉1茶匙 薑汁1湯匙 剛才就磨薑的發出來 薑汁放久 它那些澱粉就會沉底 大家記得倒薑汁前 攪拌一下才倒進去 紹興酒1湯匙 然後就加上它 還有要記得熬好一鍋煮水 調味料方面還有 油1湯匙 鹽4分3茶匙 紹興酒1湯匙 另外也建議大家準備少許豉油和胡椒粉 待會吃的時候再加進去 預備好材料我們就可以開始煮了 如果大家跟著我這個份量的話 建議大家用22-24cm的煲去做 首先就放1湯匙的油 開中火 讓油很流動 即是夠熱了 就可以放薑片去爆香 聞到香味之後 就可以放金華火腿炒至半熟 逼一些金華火腿的油出來 待會炒菇的時候就沒那麼容易黏底了 然後放蝦米又兜一下它 聞到蝦香味就可以放冬菇片 炒均勻它們 這個時候整個廚房都會香噴噴的 好香 之後就可以放雞件炒香它 炒到雞蛋半熟就可以炸酒 炒到雞蛋半熟就可以炸酒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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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多十幾秒之後 就可以調大一點的火 下滾水下去 剛剛蓋過雞蛋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留下的冬菇水也倒進去 煮回滾之後 蓋上蓋子 收回小火 煮半小時 等湯出味 在等湯的時候 就可以切蓮膏了 蓮膏分開做一條條 現在有五條 我們就把它打斜切 切完之後就放在水裡 浸至少十分鐘 三十分鐘之後 湯就會出味 水收得太少 也可以加些滾水 這個時候有些雞油浮面 我們用湯殼把它撇掉 水再滾起之後 就可以加上旺菜煮三分鐘 然後加上肉片和年糕 我們多煮五分鐘 但是千萬不要煮多過五分鐘 否則年糕就會化開了 那就不好吃了 這個上海湯年糕 雖然有比較多的準備功夫 但是可以一鍋到底 很快煮好一大鍋 份量加配的話 還可以煮給很多個人吃 吃的時候 記得先喝一口湯 另外還想提醒大家 年糕最好吃多少下多少 要添食的時候 才再煮滾湯 放年糕下去 否則吃不完的年糕 浸著就會化開 好像糊一樣 如果想分兩餐 也可以留下旺菜 肉片 連年糕 煮滾雞湯 再加下去 很方便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最後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一團和氣 我們鼠年再見 拜拜 拜拜